请问师傅就是您开始过意见不同的话 如果一切以出发点就是和为主 就是以和为贵的和这个字为主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来解决问题 可能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啊 请问师傅这个好的出发点具体是指什么 出发点就是不要伤到人家呀 做任何事情出发点不要先不要伤到人家 那就不会吵架了 当然是和了 对不对啊 你今天讲一件事情你知道对方是反对的 你要考虑怎么讲 不要去伤害到他的理念 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 那你就这样有智慧啊 傻姑娘 哦 这样 那请问师傅 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现实中跟别人一交流又没有做到见和统结 就是还是有矛盾 就是自己方法不对是吗 对啊 啊 就是这样啊 比方说今天最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啊 台长跟你两个人 大家我知道你不肯出去 对不对啊 台长想出去 那怎么办呢 你不能说了 我知道你不想出去的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讲 我一定要出去 那吵架了吧 嗯 应该怎么讲呢 今天天气非常好 前几天一直下雨 其实能够出去走一走的话呢 对身体健康也好 而且呢 晒晒太阳 对身心也好 我不知道这个意见你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同意 这样一讲不就过来了吗 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 嗯 说话太有学问了 那当然了 语言呢 可是一个最高境界的 一个一个智慧的结晶啊 你看看那些选 选总统的人 他不就是他不就是靠语言吗 他靠语言可以当上一个国家的元首啊 总统啊 不要忘记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对的 那师傅 那就是怎么样才能就是在语言上能够会圆容啊 智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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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跟生活经验有关吗 有啊 经验生活有关 接触的人有关系啊 你很多人过去不大会讲的 他就天天背台长那些做节目的东西啊 他背了之后 他现在嘴巴里出来 全是一套套 全是台长的东西啊 人家 人家不是第二个卢台长发生出来了 对不对啊 现在很多人上去跟人家讲 一套一套的 你怎么会讲这么多的 那全卢台长这里 只不过他背出来啊 对不对啊 运用了呀 对的 这又不是专利 你拿去 卢台长的话你拿去 你用了好了救人 台长也没办全的了 对感谢师傅 谢谢师傅